要帶您看到備受關注的軍工教調薪 調薪幅度到底有多少呢 是不是真的會調薪3%呢 好 其實會要調整就是因為有數據顯示 薪水增加的速度跟不上通貨膨脹 導致國人實質性償性薪資落入了負成長 還創下10年來的最大減幅 隨後主機長朱澤民就被質疑說 再不讓軍工教加薪 那麼恐怕是很難吸引到人才了 但是要調薪 調薪的幅度到底有多少呢 好 我們就來看到財政部司長阮清華 昨天他在立法院的時候就表示說 軍工教如果要調薪3% 那麼在財政上來說應該是可以支應的 所以現在外界就猜測 那麼3%是不是就是最終的調薪呢 好 我們另外也要從過去幾次的調薪幅度來看 其實在蔡政府任內的軍工教加薪 當時2018年 當時是為了帶動民間薪資的成長 還有刺激內需 所以最後決定調薪3% 好 到了隔年 2022年時 當時是為了要肯定防疫 還有紓困政権的付出 所以是調薪4% 這個數字也是25年來最高的一次調薪幅度 現在又在傳出要不要讓軍工教加薪了 那麼現在調薪的幅度 大家也非常的關心 至於明年軍工教的調薪 對此行政院表示會正面的來態度看待 因為在這個時間能夠度過這一次的疫情 也就是這一次的百年大疫 大多都是靠著軍工教的配合來貢獻 他們的功不可沒 加薪之後的實際上到底增加了多少薪水呢 我們就來看到如果以公務人員初等考的薪水來做計算 他們的月薪大約是31450元 所以調薪了3%之後薪水大約是可以增加930元的 除了最終會調薪多少之外 大家也很關心調薪的時間表到底什麼時候要調呢 其實按照過去的例子來看 軍工教代議審議委員會通常是在6到7月份才會召開 但這一次各界態度都滿一致的 認為國內經濟的情勢都很明確 因此可能會提早到5月份就會召開了 並且行政院是有望在7月前就可以核定調薪 整體時程上來看 其實要比往年還要來早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好 另外大家要討論到的還有 今年的補班補課日這個日期上來說好像有一點多了 我們從這張圖卡上面也可以看到 緊接著其實在下個月又有補班補課了 又有月17號這個補課的日子 今年的補班補課日其實真的是蠻多的 來看看2023年就有6天的補班日 包刮為什麼原因呢 就是農曆過年有這樣的補班時間 還有228合併紀念日 兒童節清明連假 那麼接下來還沒有到來的就包刮了 端午連假的6月17號 還有中秋節跟國慶雙十的連假9月23號也要來補班 好 不過現在就有民眾抱怨說 怎麼今年的補班看起來好像特別多呢 那麼要連續上班6天也讓很多上班族看了直呼 真的是蠻吃不消的 也想問問看像這樣的狀況 補班日這麼多 明年還可能繼續嗎 好 現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聽到了民眾的抱怨聲浪之後 目前也訂出了5種方案 我們來看到方案內容包括哪些呢 當然第一個就是維持現狀 就是有這樣子的補班補課日 可能會有比較多天數的連續上班日 再來可能就是只有小年夜或者是彈性放假 或者是三節包括春節 還有端午節跟中秋節彈性放假 又或者是另外一種方案 三節再加上七名兒童節彈性放假 或者是小年夜七名彈性放假 這5種方案也會在4月底提報給行政院來做決定 行政院發言人林子倫也表示 目前蒐集了很多的建議 其實也有開了很多相關的會議來作為討論 政府也會持續傾聽各方的意見來跟社會對話 要是最近有定案了也會適時的對外公布 這是今天的說新聞